晚上十时整,以急行军速度,原路返回 务必于明日佛小前准时到达 请树瓶 请树瓶打响了 务必全见 自冬野四九年二月改成四野入关以来 一路上基本都是摧枯拉朽,所攻必破 比如刘亚楼率部打所谓的天津堡垒 只用了二十九个小时 四野实在能打 以至于国军看见头戴狗皮帽子的部队 就纷纷望风而迷或者缴械投降 不过四野这一路上也被绊了一下脚 这块绊脚石就是青树瓶战役 青树瓶战役 双方对战的主力为四野第十三兵团 第四十九军第146师 145师与桂系第三兵团第七 第四十六军会下的三个精锐师 此战的起因是四九年八月 长沙和平起义后 白冲起义对投城部队进行了二度测版 导致这四万人又重投过军 四野指挥部当然不能让他们跑了 便派出四十九军前去追击 四十九军军长中卫命麾下 有四野虎奔师之称的146师承担此任务 但是他的追击方案上达兵团司令部后 司令员程子华却因为种种原因 没能及时回复 中卫以为其方案已获得认可 便匆忙执行了 而程子华将该计划上报后也死后 101发现桂系精锐第三兵团就在那一带 便通知程子华命令四十九军 眼下情况不明 不得冒进 但命令传达到中卫大理石 146师已经到达了青树坪 当时正是八月 天气闷热难当 146师官兵大都是北方人 本就水土不服 加上这次又多日急行军 部队非常疲惫 由于周围并无敌情 该师官兵放松了警惕 并未想着要派部队去控制周围的制高点 就匆忙从山谷大陆前进了 不想遭到敌四十六军二百三十六师居高临下的伏击 解放军自渡将以来就很少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 这次敌人竟主动来战 146师官兵憋了那么久的近 终于有地方释放了 师长王贵先开国少将下令就地还击 双方大阵到第二天天亮 但依旧未分胜负 按理说 以146师的实力 敌人能挡这么久而不溃败 这背后绝对有大问题 应审慎对待 但此时的146师求战心切 只想着自己抓到了大鱼 只要自己缠住他 等主力来源后便可将其一举为奸 却没想到自己孤军深入 危险重重 在青树坪 他们的先头团受到了伏击 损失很大呀 不过 部队已经占领了北面的制高点 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 不要恋战 让陷阱师撤出战斗 退到永峰一线 集结休战 另一边白重洗在摸清情况后 命236师继续缠斗 同时派两个精锐师左右迂回包抄 决心一举吃掉这个孤军深入的146师 与此同时 四爷野司 13兵团司令部和49军军部 也都清除146师的危险处境了 101亲自下令让146师 在145师的接应下撤出战斗 但是 这时146师却偏偏因为电台故障 未能收到命令 146师陷入三个师的包围 而且还失联 整个四爷的氛围一下子都紧张了起来 146师和敌人血战两天 由于没有情报来源 他们不知道敌人是谁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什么处境 他们只感觉自己越打越费力 师长王奎先从敌人的炮弹声中发现问题 炮弹数量在2000发以上 其中不乏重炮 而且这些炮弹显然来自几个不同的炮兵阵地 敌人来头很大 中午 电台故障排除后 王奎先才知道此时战场上的态势 而他们唯一的选择之后 一条 突围 但是大白天突围无异于自寻死路 他们必须坚守到夜里 那一边的白崇玺也知道在拖延下去会出问题 于是 其攻势愈加猛烈 146师在接连打退敌人37次进攻 并在夜里展开突围 国军此时也筋疲力竭 且他们向来不善夜战 所以146师突围时倒是没有遇到多大的阻力 145师早已做好了接应146师的一切准备 但是饭菜做好了送上去时 却发现他们已经累到一片 怎么叫都起不来 要说青树平战役 当然离不开此战的直接指挥官 中伟 中伟是一位非常具有性格特点的将军 他15岁参军 最早从事正宫内的工作 后来因军事能力而突出 身为他的老上司黄克成大将所击中 所以后来中伟替彭皇辩护 在我们面前的新奋力 躺着在青树平战斗中牺牲的战友 青树平一仗 考验了我们 我们总结了教训 深刻认识了白楚喜的狡诈 我们十二兵团 要先决打好这建国后的第一仗 完全干净 彻底 毫不留情的 消灭白楚喜集团 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 中伟性格如火 烫战期间他在鳄域挺进支队任团政委 因为和上司顶牛 一怒之下举家离开 去了苏北投奔黄克成 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 最成为新四军第三师的团长 此人两头帽间 也能打仗也能闯祸 烫战胜利后 他随黄克成第三师挺进东北 在三下江南的靠山屯战役中 竟敢公然违抗101的撤退命令 甚至调动了101派部队 以他为核心打的一仗 当然 此战最后大获全胜 根据牛镇将军开国上将的回忆 48年1月 101想提拔中伟当纵队副司令 中伟却道 宁做机头不做凤伟 要么当政司令员 要么继续当师长 纵队副司令不当 于是中伟就成了四野唯一一位 由师长直接提拔为纵队司令员的干部 指挥官的性格可以决定 其指挥风格和队伍性格 49军在追击叛军时的轻敌冒进 发现陷入包围后 却还要和敌人打一天再撤 这些决策并不能全看成是判断失误 也可能是明知其险而故意为止 这其中有指挥官的性格在发挥作用 青树平一战 146师苦战两天 班级伤亡仅比前来 经营的145师的伤亡 多不到一倍负146师阵亡人数为877人 负伤2000多人 对于一个有上万人的队伍来说 这样的伤亡并不至于是他元气大伤 只是对于含有败绩的四野来说 这样的败仗实在太显眼了 太美中不足了 中尾在战后检讨说 自己却实犯了麻痹轻敌的错误 当时他认为白虫喜没什么了不起 自己对贵系主力战斗力估计不足 如果讲客观原因 贵系战斗力突然加强 这和李宗仁上台有一定的关系 一般的贵系部队和四野部队的活力 根本不在一个等级 当时很多贵系部队的武器是很落后的 这是讲压制贵系的结果 李宗仁上台后 贵系才开始获得一些美式装备 所以此战中贵系主力所装备的各种装备 和146师相比 竟能不落下风 这也是中尾将军后来反思此战 时常提到的一个关键点 气功能强盛 extra 在学习方向盛 keeper 于是 对军上是 军下的 军下